有些朋友問我 他們說行山有沒有兩小時走完 但只有幾公里 又沒什麼大上 又沒什麼大落 有的 不過今天就不是行山 是由荃灣走到深井 一起步已經有漂亮的海景 還有一個非常之曾經流行打卡地點 就是隔音屏障 繼續前行可以看到丁九橋 近年也有很多豪華別墅 這條丁九橋打卡都非常漂亮 當然不少遠處的青馬大橋 很快就來到深井 來到深井當然要吃燒鵝 今天是2022年11月19日 星期六 四人行 就是行山 行馬路沿海邊 首先去到荃灣西鐵站 經過D的出口上回去 約在這裏等的 此情啊 Robert 還有Gary哥 Robert哥 早晨 好我們現在去 回合John 沿著海皮走 好了這個是荃灣西鐵站 沿著海濱長浪 現在一直向著青山公路進發 前面遠望夏花山頂 忍若凸出來 這就是夏花山頂 今天一起步沿著海邊 已經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旁邊的南巴勒海峽的美海景 這裏修飾得非常之好 很多居民附近都在這裏跑步 先走前面的洗手間幫襯一下 遠望前面白色的那裏就是麗城花園來的 現在看看水位的幾高 應該都是水漲潮的時間 這裏就是麗城花園 現在經過這條馬路位上 橙色的那裏就是隔音屏障來的 曾經在早一兩年非常流行的打卡 高速的馬路 這裏就是青山公路 很多車走現在都幾熱鬧 尤其是今天是星期六 北京北角走到前面這裏是丁九橋 經過這裏的豪宅 一柱擎軒 獨立一枝 繼續完這個青山公路走 這裏稍微有些樹蔭 剛才都幾曬下 你不要以為是馬路 在哪裏呢 這些金光飛航呢 本來就是飛澳門的 現在真是慘了 疫情都停了在這裏 擺到生秀 可能下面有個海灘仔 好長的 窄窄長長長 好了這裏一路走到前面 沿途左邊都有樹蔭 稍微舒適些 因為其實現在差不多 快到了正中午 前面開始看到 好像那個 是不是帝景酒店 今天這裏就是青山公路 很多是游泳棚的 現在今天十一月已經去到 今晚了 下巡 竟然溫度都有28、29度 有些人去拍攝 神器 蛤 撇神器 蛤 我今天就不用平時拍攝 那些 我現在用一個 都是iPhone來拍攝 那時就想到 怎麼轉彎 就要拍攝 接著轉彎都有人拍攝 好了 北京北角走到來 丁九村 那這裏是青山公路的丁九段 上面這裏呢 有條斜路上去 可以上去大浪沖引水道 都行過很多次的了 今天呢 就特地走馬路 沿著青山公路走去深井 沒試過這樣走的 哇 這裏有電梯的 可以躲下丁九村的屋子 那你看一下這裏呢 都幾高下的 有幾層樓這麼高 屋下面這樣 不用說 那些區域 要自己走下去 哇 在這個丁九橋旁邊 有一排的 豪華別墅 啊 坐向這裏 再過前面呢 還有幾間啊 啊 高級的 那走到這裏呢 就穿個樹叢呢 可以看到前面呢 已經看到青馬橋的 過了這個 丁九橋之後 出到來呢 非常之開陽的位置啊 前面呢 一路就已經越來越近 這個 深井啊 看到很大條的青馬大橋啊 非常之壯麗啊 這條路啊 沿途都很多人在這裏跑步的 啊 下面這個呢 就是荔都灣啊 這個是比較大的海灘來的了 規模 剛剛在整個橋底 那這個角度呢 同時看到雙橋 丁九橋之外 這邊遠望呢 就是青馬大橋了 啊 頭皮靠的照片都漂亮的了 啊 這個下面呢 景色都幾 不錯啊 附近一帶真是相當好風景啊 好 這個機場核心計劃的展覽中心啊 就在這裏啊 好 那去參觀一下啊 和Gary哥進去參觀一下 沒來過啊 我這麼久都 沒來過啊 看有什麼看先啊 那這個就是那個展覽中心的入口位 上樓梯啊 啊 前面啊 通過去 那邊是正門入口啦 啊 都沒有什麼人啊 今天啊 好清靜啊 雖然是星期六 好啦 來到這個入口正門了 10點鐘至到下午6點30分 今天是星期六 好啦 那現在進來展覽館裏面 那這裏呢 就看到以前在機場的時候的圖片 還有介紹啊 等等之類 這裏介紹那個機場啊 建設的時候的過程啊 一些紀錄啊 都幾得意的 了解一下都幾好的 因為很久都忘了了 那現在這裏這幅圖片呢 就是當時在這個貨運大樓的時候 那些照片來的 下面就是那些慢慢介紹的內容了 那這裏這個模型呢 就是客運大樓當時的模型來的 那我們平時在機場都見到的樣子 那這裏呢 就看到那條機場鐵路的路線圖啦 那由這個機場一路 去經過大嶼山的部分呢 出回去清衣 跟著就出去了九龍啦 直接就去到過到香港站的 那這幅圖片呢 就是青馬大橋夜晚著燈那個樣子來的 那這就是青馬大橋的解剖圖啦 上面行車下面就行火車那條鐵路的 那跟著過來的圖片呢 就解釋當時發展填海 西九龍快速公路那裏那裏那些 那裏那裏那裏 原坊都建了房子,原坊,入水垂的位置 美孚新村 旁邊萬一棟山對出,四小龍全部都是沒有東西 一眼光光,沒有什麼都沒有 整個西九大田和田很多 現在旁邊有多少樓,在美孚上對出去那邊 上來這個天台部分,有個觀景台 可以在觀景台附陷這個青馬大橋 還看到柏麗灣一帶 這個位應該挺漂亮的 走出來前面看清楚一點 今天正望這個青馬大橋 是啊,這個也是景點來的,看青馬大橋 這邊就向著大嶼山那邊,塔麗灣一帶 剛剛有一個貨櫃輪洗貨,很大隻 一路沿著馬路看上去,都有很多小小的沙灘仔 那些東西有小小的感覺,這裏就好像不太值錢 我們來西貢,在白納啊,走啊,白納仔啊,或者是浪茄浪茄仔 都很多這些沙灘仔,不過就是在馬路邊 這裏走下去,有些樓梯級可以落到去的 那裏,這邊的海旁馬路行的深井這邊呢 看出去的海景風景呢,就真是漂亮了 我覺得就一定好過溫塘海濱那邊 那邊就不夠,這邊漂亮了 那對面是這個柏麗灣來的,即是馬灣 再遠這個路,隱隱隱隱隱隱 就是大嶼山那邊的機場那裏一帶來的 這條路邊有條鐵梯這樣下去的 那些維修工程用的,就這樣看下去都幾險下的 好了,北京骨角呢,就走一走一走 就來到這個前的加盾那裏了 再走前一點,就到達深井的深井村的位置了 由荃灣走到來,深井5500米,即是5.5公里 那就是今天的終點了 好,今天走到來深井,走兩小時15分,6.3公里 那就是今天的漫遊之旅了,由荃灣走到深井 好,走完之後就來這裏吃午飯了 有先看看這裏 不走乾爽了 你又想在哪裏啊 好啊 那裏吃午飯了 好啊 不走 好嗎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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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